12月3日,高晓松发出几张网友将他与大张伟李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对比的截图,并回复称,哈哈,今儿是啥日子啊,为啥忽然齐刷刷把母门撒放一块堆白扯,宁把我五张老炮往二位青年财经里踹,我吃过的眼比他俩走的路都多好发,他俩都是我喜欢的人,唯独我认识大张伟二十年了,一直忘了问他小张伟是哪位来着。 随后有网友评论,什么时候这三位聊聊天做个节目,感觉很棒。高晓松还回复他,节目名叫《大弹井第一季》,高晓松198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后退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如今的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其实高晓松的父母、舅舅、祖父等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父亲高丽人是清华大学教授,母亲张克群是从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高晓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难怪他可以在节目中侃侃而谈。